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想写好习作 不仅需要积累一定的语言 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方法 积累丰富的习作素材 今天的这堂课 我们一起走进名家笔下的缤纷世界 看看它们是怎样细致地观察 又是怎样精心地描摹事物 以及记录一个场景的 如果有一些字词令你眼前一亮 或者令你格外有所感触的话 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交流哦 先来看看这个片段吧 黎明时 窗外是一片鸟转 不是吱吱喳喳的麻雀 不是呱呱造蹄的乌鸦 那一片声音是清脆的 是嘹亮的 有的一声长叫 包括着六七个音阶 有的只是一个声音 圆润而不绝其单调 有时是独奏 有时是合唱 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 不知有多少个春天的早晨 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起 等到旭日高声 世声鼎沸 鸟就沉默了 不知到哪里去了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课文搭船的鸟 不过这里没有鸟的外形和动作描写 而是非常细致地描写了鸟的叫声 我读着作者对鸟儿不同叫声的描写 就能想到一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鸟 曾在它的窗外歌唱 有的时候是一只 也有的时候是很多只 虽然作者没说它们的样子 但是它把这些声音描写得这么美妙 我觉得这些鸟儿也一定很好看 我觉得作者一定很懂音乐 而且他一定听得很认真 因为他在鸟的声音中 甚至听出了六七个音节 还能将鸟儿的叫声 作为独奏 合唱和交响乐来欣赏 每天都是这样的鸟声 把它从梦境中唤醒 多好啊 我也很想每天早晨能这样醒来 看来这两位同学被这段优美的文字打动了 这段话选自作家梁石秋的散文 鸟 作家在一片鸟名声中 有重点地选择了几个最有特点的来描述 他既关注了鸟儿叫声的音长 音色和音调 又描写了他们歌唱的和谐 大家仔细读一读 体会体会 作家在描写时 不但描写清楚了鸟儿叫声的婉转和动听 也表达了自己对鸟儿的喜爱之情呢 你体会一下 是不是这样呢 再来看看下一个片段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 它又窄又矮 破旧极了 在外人眼里 简直不成样子 上边的漆 成片的剥落下来 残余的漆色 变得晦暗发黑 连我自己都认不准 它最新 是什么颜色 桌面 又满是划痕 硬伤 还有热水杯烫成的 一个个套起来的 深深浅浅的白圈 它一边只有三个小抽屉 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圆套了 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 另两个是厚钉上去的硬木条 别看它 别看它 这副模样 三十年来 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 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 我搬过几次家 换过几件家具 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 我读了这段话 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这张书桌实在是太破旧了 我觉得作者观察的很细致 描写的也很具体 好像这破旧的书桌 此刻就在我眼前一样 你看 别说其他人看着不像样 它自己都说不清 这个掉了漆的书桌是什么颜色 还有 这张书桌真是伤痕累累 有划痕 还有热水杯烫的好多个白圈 连抽屉把手都是后来补配的 作家竟然用着这样破旧的书桌 可真让人意外 这段话是当代作家冯继才的散文书桌的第一自然段 正如刚才两位同学所说的那样 这段话不仅围绕着破旧写出了书桌的样子 而且还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这种写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不过 如果你读完了全文就会知道 这张书桌对作者而言 不仅仅是纪念 更是记忆 如果你读完全文 一定会有更深的领悟 同学们不妨找来看一看 我们再来读一读语言学大师 纪献林先生的家竹桃的片段 我特别喜欢月光下的家竹桃 你站在它下面 花朵是一团模糊 但香气却毫不含糊 浓浓烈烈地从花枝上洗了下来 它把影子投到墙上 夜影参差 花影迷离 可以引起我许多幻想 我幻想它是地图 它居然就是地图了 这一堆影子是亚洲 那一堆影子是非洲 中间空白的地方是大海 碰巧有几只小虫子爬过 这就是远渡重阳的海轮 我幻想它是水中的杏枣 我眼前就真的展现出一个小池塘 夜鹅飞过硬在墙上的影子 就是鱿鱼 我幻想它是一幅墨竹 我就真看到一幅画 微风乍起 夜影吹动 这一幅画竟变成活画了 有这样的任性 能这样引起我的幻想 我爱上了家竹桃 我读开头的时候 觉得很奇怪 因为作者说自己喜欢月光下的家竹桃 可他明明在文中说 月光下的花朵是一团模糊啊 读到后边 我才注意到作者 其实既不在意花朵看不清 也不在意那香气怎么样 他喜欢的是花朵枝叶 小虫和夜鹅投在墙上的影子 我之前从没这样细致地观察过影子 更别说去想象它们像什么了 我觉得他很留心观察生活中的平常事物 这段对花朵影子的描写 让我想到了课文 《金色的草地》 作者一定也是在不同的世界 观察了家竹桃 才会注意到家竹桃在月光下的影子吧 而且他不仅留心观察的这些影子 在有风和有小虫爬过时的变化 还对这些变化展参了想象呢 是啊 在纪现龄爷爷丰富的想象中 这些影子既可以是世界地图 也可以是一幅活画 这些都源自他对生活细微处的流心观察 而且也源自他对同一事物 不同状态的持续观察 正是这些令他的文章别具一格 让读者耳目一新 高油咸淡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 蛋白柔嫩 不似别处的发干 发粉 入口如嚼石灰 油多油为别处所不及 鸭蛋的吃法如原子彩所说 带壳切开是一种 那是席间带壳的办法 平常使用 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 筷子头一扎下去 汁 红油就冒出来了 高油咸淡的黄是通红的 苏北有一道名菜 叫做猪砂豆腐 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 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 蛋黄是浅黄色的 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我觉得作家很爱自己家乡的物产 它先是对比不同地方的咸淡蛋白 夸散了高油咸淡蛋白的柔嫩口感 又对比北京的咸淡 夸散了家乡咸淡蛋黄独特的色泽 我觉得筷子头一扎下去 汁 红油就冒出来了 这句话很有画面感 简单几句就灰神灰色的 把高油咸淡窒细油多的特点写清楚了 这段文字出自作家汪曾祺的散文 端午的鸭蛋 同学们读了这篇散文 在对比习作丽文 我爱故乡的杨梅就不难发现 扣住食物的色香味进行描写 是让你笔下的食物 更加诱人的好方法哦 最后我们来读一处场景的描写 这个片段出自作家老舍的小说 骆驼翔子 它是以主人公翔子的视角 描述了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场景 地上的热气与凉风掺合起来 夹杂着腥骚的干土 四凉又热 南边的半个天 响情白日 北边的半个天 乌云如墨 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 一切都惊慌失措 车夫急着上雨步 铺户忙着收幌子 小贩们慌手忙脚的收拾摊子 行路的加紧往前奔 又一阵风 风过去 街上的幌子 小滩与行人 仿佛都被风卷了走 全不见了 只剩下柳枝 随着风 狂舞 这场雨明明还没来 可我从作者的语言里 就能想到 等暴风雨来的时候 会有多么可怕 风四凉又热 还夹着难闻的尘土 半个天是晴的 半个天是乌云密布的 作者说就像有大难来临 一切都惊慌失措 这些词语让我觉得气氛特别紧张 要赶紧逃命才行 对呀 可不就是像逃命吗 所有的人都那么慌乱 最后街上的一切 简直像被大风卷走了一样 更别提柳树竟然还在狂舞 让人想着都害怕 大家读得很仔细 抓住了作者笔下 精细的语言描写 看看这段话 四凉又热 南晴北阴 乌云白日 此刻竟然都集中在了一处 而且看一看那一阵猛似一阵的风 行人 瀑户 小贩的慌慌张张 以及胶着 都使得气氛显得格外的紧张 读了这段话 想象一下随后将至的暴风雨 以及现在尚在拉车 还没有办法去躲避暴风雨的翔子 你一定会为它感到悬心 再想象一下 它即将面对的可怕情景 你也会为它的命运 感到忧心忡忡 这就是作者老舍的语言魅力 他是新中国 第一位被评为 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也被称作语言大师 读过这些名家作品 他们笔下的事物和场景 给了您哪些启发 和同学们一起分享你的收获吧 我明白了用比喻 拟人手法可以让句子更生动 以后我也要在自己的习作中 使用这些修辞手法 我来做补充 我知道了在观察的同时 还可以加入自己的想象 比如家竹桃的影子 就给了季献林爷爷 特别多有趣的想象 同学们的收获真不少 学以致用 希望您也能用这些方法 来修改自己的习作 同学们 在这一堂课的学习中 我们学习了观察事物的方法 懂得了要留心观察事物 持续观察事物的变化 观察是习作真切细致的法宝 也是智慧的不洁动力 希望你精于思考 勤于洞笔 取得更大的进步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